大家好 欢迎走进疯子说体育 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中超 聊一下广州和武汉的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将于今天下午17点30分开打 但是对于广州队来说 对武汉队的比赛很难赢球 很有可能将迎来自己中超联赛的三连败 因为现在广州队整体进攻能力非常有限 前锋只有韦氏豪一个人 另外杨立渝和严鼎浩也是随着队友的水平下降 可能自己的状态也发挥不出来 虽然说后面线上广州队还是可以的 前锋线不给力 进不了球是球队一大问题 那武汉队呢 其实今年的实力也有所下降 但是在前两轮李静宇的代理下 球队也取得了两年胜 球队的目标依然还是保级 但是球队今年开局还真的不错 第三能又遇到广州队 那么球队的外援前锋也是非常的厉害 对广州队来说确实是一个噩梦 不太好打的比赛 李静宇的武汉队呢 其实去年是保级的 真的 他这些球队的实力并不是特别强 但是呢 对正现在的广州队 武汉队却是强的那一方 是30年河东 30年河西 以前广州队打武汉队那是拿在地上摩擦 但是现在广州队是见谁怕谁 见谁输谁 现在呢 广州队确实没有什么好的球员了 感觉这支球队就要散了 他这个赛季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保级 已经没有任何冲冠的想法 这个阵容是无法冲冠的 所以呢 广州队对武汉队这场比赛呢 广州队也是少输当赢吧 上一轮是被武汉三振0比6战胜了 这一场又要面对武汉的另外一支球队 希望呢 广州队能够输得少一点 比赛打得好看一点 这样广州球迷就足够了 毕竟现在的广州足球 已经不是那个时候两夺亚冠军的广州足球 今非昔比啊 没办法 好了 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